伯伯,老兄,我给你吊着,我给你吊着包裹上来 那又包裹了? 那我给你吊包裹 这个鸽子我从这里跑 你要跑,我跑到后面一个坑,我跟你说 我给你跑了 你跑了,没炸 没炸? 没有,没飞起来 你差太近了 哪里啊 你看 我怎么在带包裹? 你看 打不过我就烂了 是真的吗? 我看看 我给你 我哪有这么压了 回去换 回去换一个吧 我说 我说说 我说说 好玩吗 我说 我说 苹果 这苹果大 是呀 这么大苹果 帅啊 好看不好吃啊 这是 直接 那我去吃一下 那有点 你那没有了吗 要吗 姐姐要几题啊 大年初一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是的新的一年星期下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刚在老家吃完饭 我这个初一饭给吃的比较早 是 吃完饭啊完了一会儿就准备回去了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有点热 今天是有点热气温升高了 出发了 哎呦妈呦这一年又一年了 这个路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修好 这是在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这路续话 那也不至于吧有生之年 前几天我老表不是来我家里吃饭吗 我圣洁石都被堵住了 哈哈哈哈 好了吧 再过个年啊不要怕的买了饭 你买了多少便饭已经花了浪费 好多东西我买的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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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去那边买年花了 就我们进来去买东西的超市老板 我刚才说我不干了嘛在那边 他说那你来我这里啊 超市什么 嗯 他就是由自己开的小超市嘛 他说我们来我这里 我说你这个人都要啊 他说我也是叫人帮忙的 他那里他说给我一千五一个月 下五个月 没有呢 还要少五百块 你说我两千块钱一个月都不干了 是哦 他说我这里是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钟就可以了 比那边时间少 他说中午还可以在这里吃饭 把一顿状况 哦 他还抱一顿状况什么 嗯 超市里面上班了 就比那边轻松了 是啊 他说我这里轻松了 你坐这里收下银 嗯 他超市也不大 就是自己也想上班 然后就上班了 自己在家里把那个小孩都带好就可以了 我有点犹豫又有点心动 哎 我又说我家小孩也带 他说你下午四点回去都给煮饭啊 你可以带小孩 马上又不用上班 你要是去 去火车站这边去了 我怎么随时去找你 他在这里啊 就介绍学生里 您不老是在家里吃的嘛 哦 是吗 嗯 我都上班了 我带你好好带小孩 你除了我又不能随时见到你 我可以说前二边去吧 他下午四点钟啊 前二边去吧 五个月一千五 一个月 哎 哎 他说你考虑一下嘛 他说哦 我去想一下 考虑一下 大爷出义了 大爷出义了 是吧 聊着聊着 大爷出义新的一年 我就也会做了 看来我今年还是不错的 嗯 孩子想 他想上班 你同意吗 他妈妈 妈妈 我每次去买的时候 那里 还有三个人在那里收银 他没有有这个收银 有 我昨天就买的时候 他就没人收银 他自己在那里 他用自己家族来就 他有就 希望不年了 平时他没有收银 那我也不容易 那我也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我也没说要去 他只要去 他只能想象 我说哦 不认真 不用想 你直接一口不认真 没有 对 你没有吃橙子 我还要吃 哎 瓜子啊 赶紧吃 新年新气象 我第一天就有找工作 嗯 我今年肯定运气比较好 嗯 嗯